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克勇学院 这节课我们将继续聊聊流量计的标定标准 我将带领大家走进麦克流量计工厂 实际揭秘一套高级别的流量标准装置是什么样 目前我们所在的麦克流量计标定管线 可称得上是西北唯一高精度流量标准装置 占地1000平米 管道口径从DN6到DN600分布 总长达到600米 由麦克斥肢2000多万精心打造 采用静态质量法和标准表法 具备全自动写入标定参数 重处检测数据等功能 截至今日 此套装置已经完美用行7年之久 为广大客户带来了性价比极高的产品和服务体验 在上节课我们讲到过 静态质量法标定流量计由水塔提供水源和横压环境 水塔的存在主要为标定管路提供横定的压力 因此称之为水塔稳压法 也叫重力稳压法 是效果最好的稳压方法 该装置是通过水塔顶部的一流槽 使液面横定的办法来实现压口稳定 水塔的高度决定了装置的最大流速 在静态质量法液体流量装置中 称重系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量值的最直接来源 目前采用的标准器是电子秤 电子秤是高精密的设备 需要将秤体放在符合要求的地基上 要求使用环境温度不能剧烈波动 避免非正常的震动 防止秤体与其他物品接触 并采用相关技术 尽量减轻容器重量 阀蒙等带来的附加重量 秤重容器的重心应与秤体的几何中心相吻合 使用时水流应以对称的方式作用于容器的中心 此高精密的秤体 我司每年都会以标准砝码进行标定 以确保秤的精度 同时具备静态质量法和标准表法的计量标定管线 是高精度流量剂能够供获得保证 麦克公司的标定管线系统符合国家计量标准认证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及计量考核标准规范的要求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下期我们将聊一聊自动化的流量标定系统 我们下节课见